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天气状况我想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昨天封面来报道 所以使得台湾尤其是北部地区的朋友们 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一个湿冷的天气的变化 不但是降雨而且温度急剧的下滑 今天的天气形态跟昨天非常的类似 但是东北风会慢慢慢慢的减弱 所以今天白天的温度会有些许的回升 但现在此时此刻还是非常的冷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15到20度 所以白天会慢慢的回温 明后天天气状况会比较好 那么会回温 但是降雨几率仍旧高达了50%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多云 降雨几率只有10% 白天的温度中部地区是16到24度 南部地区是17到26度 东部地区的部分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15到23度 澎湖地区多云降雨几率10% 白天的温度是15到19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台南花莲 澎湖都是16度 高雄已经19度了 宜蘭是15度 台东18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 美国四大指数今天凌晨的时候 都是下跌的 道群公益指数下跌了143点 收盘指数是31391点 跌幅0.46% 纳斯达克下跌了230点 收盘指数是13358点 跌幅1.69% S&P指数下跌了31点 收盘指数是3870点 跌幅0.81%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98点 收盘指数是3070点 跌幅3.10% 好所以礼拜一美国股市 好不容易回弹了之后 我们很明确的看到 昨天其实美股的电子期货盘 在亚洲期间 亚洲的时区里头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开高走低 那么下跌的情况 引爆了整个亚洲的不安的情绪 所以使得亚洲股市 昨天普遍性的下跌 那么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美股的开盘 其实欧国还小涨 但是美股仍旧继续的下跌 最后是科技类股的跌幅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的跌幅相当的重 那五大科技天王呢 通通都是下跌的 那么苹果下跌了2.09% 脸书下跌了2.23% 阿发贝下跌了0.25% 亚马逊下跌了1.64% 微软下跌了1.3% 跟台股关系最密切的台股的ADR呢 那么也是全数的下跌 台股电的ADR下跌了2.43% 瑞光的ADR下跌了2.85% 联电的ADR暴跌了6.36% 中华电信的ADR则是下跌了0.73% 不过呢 这一个台指旗的夜盘 在今天凌晨收盘的时候呢 反而是上涨了71点 那么最后的收盘呢是15,975点 其实比昨天现货的收盘呢 反而是正价差了大约是有29点 那么这个呢可能使得今天在台指旗的开盘的时候 不见得会开低 好至于在油价的部分 继续的下挫 纽约油球价格下跌了89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59.75美元 跌幅1.47%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99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62.70美元 跌幅1.55% 那至于芝加哥黄豆期货的部分呢 则是上涨了21.25美分 每普世尔的报价1412美分 涨幅1.53% 黄金的部分跌升反弹 上涨了10.60美元 每二次的报价是1733.60美元 涨幅0.62% 那么白银跟铜都是上涨的 这里面呢铜是上涨了2.65% 白银上涨了0.75% 美元指数呢经过了连续的上涨 来到一个月的新高之后呢 间临层呢拉回 美元指数呢下跌了0.31个百分点 来到90.731 那我相信大家还是很关心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 那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继续的下滑 下滑到了1.398% 虽然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下滑 但是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到了 就是美国的股市仍旧是下跌的 那么其实欧洲股市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涨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上涨了 百分之零点三八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二九 德国富兰克福指数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一九 所以刚刚的金融数字 大家很清楚地感受到 昨天的亚洲股市呢 从美国的电子期货盘开始油红翻黑之后呢 亚洲股市那么也都是油红翻黑 这里面呢除了韩国还能够维持在上涨的局势 那么包括了陆股日本还有包括了台股 都是出现了油红翻黑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似乎就不纯粹是美国时间提供在 殖利率上升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看到其各国央行呢 对于现在债券的殖利率不是只有美国而已 那么各国的债券殖利率不但的上升 引发的市场信心的这个这个变动呢 那么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就是 各国现在都出来喊话了 包括了欧洲央行的总裁拉加德呢 他就强调那么欧洲央行会采取措施 来避免借贷利率过早上扬 那这话背后没有说 当然就是他们会采取包括了可能是更宽松的 许多的货币政策 这里面包括了疫情紧急购债计划 其实就是QE其实就是印钞票 那么澳洲呢上个礼拜五呢 他已经扩大QE了 那么扩大QE呢他的这个收购量呢 再增加1000亿澳币 那么昨天的澳洲央行举行会议的时候呢 那么澳洲央行总裁呢也强调 未来不排除还要再加码量化宽松 就是印更多的钞票买更多的债券进来 希望呢能够维持整个的这一个市场的信心 不过即便美国时间期供债值利率 已经压低到1.4%以下 1.398% 但是呢市场显然是信心脆弱 所以呢今天凌晨的时候 美股还是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尤其科技类股大跌 那么到底这个是一个 这个逢低应该要买进的时刻点 还是已经接近熊市了呢 那么美国银行最新的策略分析报告呢 认为美国已经接近熊市了 而且呢他的理由是因为呢 根据他们的一些这个看涨氛围 这是一个反指标 就看涨氛围如果过高的时候 通常意味着泰晶过度乐观 而来到高点 那现在这个看涨氛围呢 已经来到了59.2% 非常接近这一个多方转折的 60.3% 从记录上来看 2000年的时候 以及2008年的时候呢 当时都曾经超过60% 而最后呢出现了大反转 好这是美国银行的看法 并不是主流的看法 摩根大通呢 他则是认为现在债券的殖利率的上升 其实无碍多头 他建议那么投资人可以逢低买进 不过摩根大通其实早在去年底的时候呢 就已经将美国股市呢 从买进 然后调降他的平等转为中立 那他的中立的这一个态度 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这是一个美债殖利率的这个情况 另外我们看到呢 是中国大陆的银保兼主席 郭树清 那么他认为呢 美国跟欧洲的资产泡沫 可能随时会出现 现在中国大陆呢 是高度警戒的来看待美欧资产泡沫的问题 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那么纽约时报有一个报导 报导说呢 包括拜登的经济顾问 他当时点名了 三位在不同职位上面的经济顾问 包括了伯恩斯坦 包括了拉巴木迪 还有包括了塞瑟 那么这一些经济顾问 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呢 那么都建议拜登要采取弱势美元政策 那当然我们知道 美国现任的财政部长叶伦 其实是反对弱势美元政策的 但是这些经济顾问都建议拜登 采取弱势美元政策 来避免美国出口的时候呢 遭遇到不公平的竞争 好 那么这件事情啊 会不会在拜登政府里头形成共识 我们现在不确定 但如果形成共识的话呢 美元最近的转强 会不会成为昙花一现呢 就要值得关注了 事实上美元弱势呢 对于长期的国际上面 对于美元的信任是无助的 但是呢 显然拜登政府内 现在充斥着主张 弱势美元政策的一批经济学家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资金的流向 在上个礼拜呢 根据EPFR所做的统计 那么资金流向的各个基金当中呢 吸纳资金最多的就是美股基金 上个礼拜截至上周四为止 流入美国股市基金的高达了203亿美元 一个星期 那么其次呢 是流入了新兴亚洲 一周就流入了85亿美元 再其次流入是全球型的新兴市场 好 这个是资金流向了基金 共同基金 但共同基金流这个 达到了资金 也不见得会立刻的就投入市场 相反的在上个礼拜啊 如果从外资的动态来看的话呢 在亚洲股市是全面性的 都是属于卖方 那卖最多的就是台股 一口气卖超了35.9亿美元 其次是韩国的股市 卖超了17.7亿美元 那么中国大陆跟印度呢 也失血超过了10亿美元 所以虽然资金还在涌向新兴亚洲 但是呢 就法人机构的投资的这一个操作来看 上个礼拜其实是流出亚洲的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一个要注意啊 世界卫生组织呢 提出警告 今年疫情想要借由施打疫苗就结束 这有点不切实际 因为呢 从施打疫苗之后呢 疫情的爆发确诊人数呢 开始逐周逐周的减少 但是呢 到了上一周 就连续减少六周之后呢 上周确诊人数又增加了 这是一个 这一个让人担心的一个讯息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之间啊 那么美国呢 这个总统美国总统拜登 所提名的贸易代表戴琪 他在听证会上面呢 标示了美国在 他的外贸政策上面 对中态度的几个基本立场 那么第一个呢 是这个 这个戴琪将会评估 中美之间在去年一月的时候 所签署的Face 1的协议 中方有没有确实履行 第二川普任内的时候 所提高的关税 他目前并不打算要降低 第三个 那么他希望能够将 中国大陆的市场审查制 列为不公平贸易 他推动盟友呢 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 好 这是中美之间 另外在科技战的部分 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 科技战拜登 似乎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那么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啊 一个呢 是全球5G的专利赛当中呢 华为仍旧持续的领先 在去年各大企业申请 5G标准的必要的专利当中呢 第一名还是华为 百分之十五点三九 第二名是美国的高通 百分之十一点二四 但第三名还是中国大陆的中心通讯 第四名是Sansom 第五名是Nokia 然后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前五名除了一位高通之外呢 其他不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其实呢就是韩国的公司 或者是北欧的公司 跟这个美国来讲 在5G上面可能还有要加把劲 另外呢美国现在国会通过 国会的这个研究单位呢 他们呢这个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提出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 这一份七百多页的研究报告当中呢 提出两件事 那么警告美国 第一在人工智慧的竞争上面呢 中国大陆现在 那么不但跟美国并驾齐取 而且有部分的领域 其实是超越美国的 这是美国的警讯 第二个是在半导体上面 过度依赖台湾跟韩国 好这个是美国国会的报告 好那么陆股的部分呢 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开高走低 上阵指数最后下跌了42点 跌幅1.21% 来到了3508点 深圳城址下跌了106点 收盘指数14751点 跌幅0.71% 香港恒生指数也是下跌了356点 收盘指数是29,095点 跌幅1.21% 那至于在台股的部分呢 那么今天在昨天呢 因为美国股市礼拜一的大反弹 尤其科技类股的大反弹 所以使得台北股市呢 昨天开高 盘中的时候一度大涨超过了300点 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还是小跌了6.92点 收在昨天的最低点 那么15,946点 无法站稳16,000点 也没办法站稳越线之上 小跌了0.04% 成交金额 萎缩到33333亿元 外资持续的站在卖方 昨天呢 继续卖超了67.83亿元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 几个指标的大型的全子股 比如说台积电还是上涨的 然后呢 鸿海平盘 联发科也是小涨 但是就股价的全值指数来讲 是下跌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这里面呢 其实有相当多的个股 其实跌幅反而是非常重的 好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 内政部呢 昨天公布了六都 前两个月的建物的 买卖的这个移转动数 结果呢 创下了10年的新高 所以房地产 仍旧是非常的热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台北股市了 二人 欺负的 勒负带 红